故事发生在1953年 一群女性思想犯被押往绿岛 在集中营进行思想再教育 她们在这里也被洗去了身份 她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拥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 可现在她们的户籍资料 只剩下关押的地址 刘马沟15号 为了让她们拥戴党国 洗掉错误想法重获新生 集中营也发起了良心救国运动 要求被关押的犯人们 都要自愿做一件事 来表现自己的爱国情操 里面多数人都是无缘无故被抓来 有的只是唱几首歌讲几句话 或者被身边的家人朋友牵连 就被视为匪爹逮捕入狱 陈平是一位舞者 她优美的舞字引起了大队长的注意 也把舞团和话剧团都交给她管 其实大队长只不过是看上了陈平 集中营的犯人每天都需要劳动 而女生分队则每天轮流挑水 严姐故意装作摔倒 把报纸的内容偷偷放到栅栏里面 给男生分队传递新闻 因为大家都想知道 外面的情况究竟如何 夜里陈平被大队长单独叫了出去 小兴看到后不禁担心起来 她记得刚被抓起来的时候 同伴就是这样被叫走的 最后死得悄无声息 集中营要求女犯人写血书 男犯人在身体温上标语 让她们宣誓忠诚 以表示拥戴党国 如果不自怨 就会被示威思想有问题 不给她们饭吃 逼得她们自怨效忠心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举手了 还是因为她肚子疼 女人被抓来之前 就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严姐和小兴将她送到医护室 然后细心照料着她 严姐失为母亲 也是名护士 所以她安慰孕妇不用担心 自己会照顾她的 集中营附近也有农户 分队长也定期会带着犯人 去农户家购买物品 同时她也相中了农户家的女儿 对 忘命 不名字 27岁陆军上尉 还慕有解婚 可女孩相中的人 却是犯人阿雄 她总会用报纸包一些物品 然后让阿雄带进集中营 让里面的人也能了解到外面的情况 听到这句话 旁边的陈平不屑的一笑 真有那么简单 她怎么能抓进来 她当初为了保护妹妹情愿被捕 她活着也是为了再见妹妹一面 所以她选择了残酷的现实 同意了大队长的要求 不过这也让她免去了劳动 过得要比其他犯人舒服一些 知道她和大队长的关系不错 老乡也求她将自己的陈情书交给大队长 自己是被冤枉的 最后陈平还是答应了帮她 可大队长看都没看 直接将那份陈情书烧了 两千名犯人中 只有一百个人签名 处长一怒 下面人瑟瑟发抖 为了让这帮犯人自愿签字 他们烧毁寄给犯人们的信件 撕碎家人的照片进行威胁 想要出去见家人 那就必须接受改造 每天不停地劳动 还不给饭吃 终于有人忍不住饥饿 开始主动要求签名 可就算有吃的 每天不是抬石头就是挑煤 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 男子分队开始罢工 反正也是死 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可当大队长带着 喝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他们 多数人立刻站了起来 没想到大队长 却和颜悦色地劝他们 让他们先回去吧 今天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 大队长可不想发生 什么突发事件 他只想安稳地 在这度过一段时间 这让犯人们以为 团结就是力量 只要不妥协 一定就会胜利 看守女子分队的干事 不小心掉进了水里 所有人都冷眼旁观 唯独燕姐跳进水里 把她救了上来 干事为了感谢燕姐 送给她两个馒头 可燕姐却给了那个孕妇 在大队长的帮助下 陈平终于见到了 日思夜想的妹妹 她也求小姓帮忙 画一副妹妹的画像 看到了妹妹 陈平也安心了 再有大队长的帮忙 估计她年底就能出去 可大队长却想 让她留下来陪自己 她打心里喜欢陈平 并没有只当 她是个发泄的工具 如今局势多变 她也不确定 自己跟的人 会不会是得失的一方 所以她也想 托人把自己调回台湾 可陈平只想离开这里 去找妹妹 大队长无奈之下 让陈平找人来替代她 下个月征战部主任 蒋经国来访 所以集中营要表演节目欢迎 于是小姓被特招进入剧团 要求她跟陈平学演戏 再帮忙画布景 看到小姓加入了剧团 喜欢她的男生小林 也踊跃报名 可严姐却问陈平 为什么要把小姓拖下水 那些不合作运动 你连有都没有 医生也都来灵命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分队长这天来找农家小妹 却看到女孩丹阿雄紧紧抱在一起 她安静的外表下酝酿着滚烫的怒火 而另一边剧团排练完 小姓也将一封信交给陈平 妹妹交代她一定等自己离开后 再给陈平 大夫说 我得了心脏病 她已经警力了 请姐姐你不要难过 能再看到你 我没有遗憾了 妹妹死了 陈平也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当小姓转头看去 却发现她已经跳进了水里 小姓毫不迟疑地跳进去救陈平 可她却忘了自己不会游泳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陈平只能暂停了自杀 回头先去救小姓 这招一毒攻毒 也的确是一计绝尚 此刻分队长已经找到了阿雄 准备公报私仇 但你偷偷摸摸摸 要搞哪里关系 阿雄像死猪一样被吊了起来 毫无尊严地出现在心上人的面前 这些个死乡犯 都是比撒烟犯火 更危险的英雄 请大家 务必提高情卷 千万别跟这些肥爹赖往 以免热活上先 这样一来 阿雄就算再想跟农家小妹交谎 小妹的母亲也不可能同意了 因为蒋经国已经到了绿岛 阿雄也被暂时关进牢房 现在我们恭喜国防部 进展部蒋经国主义 为我们官宣发表讯息 蒋主任一顿激情肆意的演讲 鼓舞了现场的所有岛民 可当她回到后台 那名递交陈情书的女犯人 却突然冲出来拦叫喊冤 报告蒋主任 我是忠诚的公民长官 女人一口一个自己是被冤枉的 蒋主任也答应肯定会为她做主 可甩下袖子 马上就头也不回地离开 女人也直接被带了回去 既然来了 蒋主任肯定要留下来与民同乐 集中演员特意准备了话剧表演 表现出犯人们积极参与了良心救国运动 可谁也没想到 小林和玉友突然临时加戏 反动言辞层出不穷 昌汉淋漓地把台下的军官都骂了一遍 可一时之快也换来了他们的万劫不复 居然当中突破乱作 如果不是大队长前来说情 恐怕小幸会被活活打死 处长也要求对所有犯人的闯铺突击搜查 查他们是否藏有反动的东西 虽然正是想帮严姐掩护 可大队长却好像有了线索 一下子就翻到了严姐藏起来的报纸和文章 于是严姐也被带到山洞 让他跟抓住的那些人对峙 几天后被关的人全部被押回台湾 送到军法处审判 而小幸因为一直被关在禁闭室 也算是逃过了一劫 如今也被放了出来 可那个写陈情书的疯子 却还被关在里面 阿雄虽然在当天越狱成功 可他知道想逃出岛却难如登天 最后还是跟农家小妹双双殉情 希望下辈子再成为夫妻 这天晚上孕妇突然要生了 可干事不在 看守不敢做主 只能等到明天早上再说 大家这时都在感叹 如果严姐再救好了 最起码她有接生的经验 可接下来一个女犯人的话 让所有人都咬牙切齿 不过小幸还是要帮助孕妇 因为她没忘记严姐的话 病人就是病人 该救就得救 孩子出生了 生命如花 在集中营美丽绽放 也给死寂的牢房 带来了生命的希望 可世界就是这么残酷 每天都会有人降生 每天也都有人离开 老蒋在送来的判决文书上写道 这阳为父神是什么意思啊 绿岛宰盘了 送回了快一百亿 七十六要 也十九亿 结果你总共裁判了一股死刑 大队长让陈平到台湾后寄封信来 否则他走后怕找不到陈平 可他却没机会离开这了 有人举报他跟女犯人关系暧昧 情方反动着也是匪谍 当牺牲时微笑面对 这可能就是反抗的最高境界 这些狱中再判乱案 总计是四人遭枪决 仅仅四个字 却是一人判生死 要牌了 再一张 我也是相信 牺牲会断来力量